天不声我柳如烟 扎到万古炉长夜 如烟提醒您连好WiFi备好鼠片 正文开始 婚前一天 我偶然看到女友小号发的朋友圈 既搏打每天的生活根本没意思 古板无聊连网络热梗都不懂 想到要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 我简直小思 朋友怂恿他婚前好好玩疯狂一把 我冷笑一声群发好友取消婚礼 结果柳如烟崩溃了 柳如烟的微信小号 是之前他让我帮忙点链接的时候嫁的 他说平时都没有在用 我也就一直没放心上 因此我一直都 没怎么关注过柳如烟的微信小号 就算偶尔我点开他的小号朋友圈 里面也都是他分享的一些链接 久而久之我就没有把这个小号放在心上 而且柳如烟说了 微信小号加的都是他的闺蜜 所以我更放心了 他的那些闺蜜我都见过 倒也都是寻常女孩子 可是这条朋友圈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鬼使神差的我点开了柳如烟的朋友圈 如烟你真的就准备这样结婚了吗 第一条评论就是柳如烟的那个男闺蜜 就是就是如烟你这也太亏了吧 文字后面还跟了个猥琐的短情 这是柳如烟的另一个男闺蜜 我一条一条地看着柳如烟朋友圈的评论 柳如烟回复了一条问为什么的评论 既博打每天的生活都内容 根本就没有任何记性 而且人还古板没趣 什么网络热狗都不知道 一想到未来要和他生活一辈子 我心里就恐慌 就在我越看手心越凉的时候 突然底下有了他闺蜜的新回复 那简单 我前两天在某音上 刚好刷到了一个很帅的小哥 我要到了联系方式要不要推给你 何必舍近求远 再说了网上也不一定是什么好 狗藤不是喜欢如烟很久吗 这不太好吧 如烟都快结婚了 没什么不好的 我觉得你和如烟更陪 要我说如烟你干脆把那老男人甩的多 就是狗藤多好啊 长得帅又玩得开 这么多年如烟玩什么都不是狗藤陪 你们别家起婚了呀 我俩纯友谊 再说了如烟都快结婚了 如烟你别不好意思 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 对 我支持狗藤就如烟于水火中 我没有再看下去 深呼吸了一下截图之后退出朋友圈见面 当我准备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时 已经看不到那条朋友圈了 我的思绪十分混乱 人却越来越清醒 打好领带之后我准备出门了 去他妈的结婚场地 我要去公司加班了 林经理你不是说准备去看结婚场地吗 改时间了吗 公司的前台满脸好奇 嗯 总经理说要准备下周会议的报告内容 我就回来赶报告了 随意的找了个借口丝毫没有尴尬和心虚 前台点点头他知道他帮不了我 我看着他有些恍惚 前台刚大学毕业一年 23岁青春有活力一双眼睛十分清澈 回到自己办公室 将其他事情都抛之脑后开始投入工作 婚礼场地的联系人 打电话过来问我什么时候过去的 我以工作走不开为由推了 没过一会儿柳如烟的电话打了过来 老公 怎么婚礼场地那边打电话说你没有过去 柳如烟那边的声音嘈杂有风的呼声 临时有事去不了了我回复得很平静 不是说情好价了吗 你们老板可真是个资本家 柳如烟 怎么了老公 晚上你给我做晚饭吧 柳如烟没有立刻回复 我听见了他那边有男人在叫他如烟 可能不太行 柳如烟的语气有些为难 好 我这还有事先挂了 挂断电话我看着手机 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柳如烟小号的朋友圈 没有任何内容 抱着试探的心态 我跟在专柜当贵姐的表妹借了个小号 加了柳如烟 忐忑中柳如烟通过了我的申请 我点开柳如烟的朋友圈 原来他跟着他的闺蜜们召车去 而他就坐在 那个被称为狗腾的男闺蜜的副驾驶上 他发在朋友圈的视频中 闺蜜们都夸他跟伊藤城般配 却丝毫不提他马上要结婚的事情 似乎我这个正牌男友是什么不齿之事 柳如烟喜欢刺激是个行动派 似乎拥有用不完的体力和热情 跟我的性格截然相反 我想我们是不合适的 但柳如烟会安静地陪我 看他觉得无聊的纪录片 会在我加班工作时 闭蜜打游戏陪我加班 会在每一个节日纪念日 给我准备惊喜 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向我撒娇求安慰 也会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同我开心 他说只有我才能给他安全感 跟我在一起他永远共亏 突然间感觉自己这32年间 对永远的理解是错误 原来永远是有期限的 可能是六年一或者说是更多 柳如烟晚上没有回来 没有给我发消息 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在朋友圈里能看得出来 他玩得很开心 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今天纪博达没有打电话 反我催我回家 感觉世界都美好的许 第二天我请了一天假 准备清理这一片狼藉的感情 如今居住的房子 是我三年前买的 用来做婚房 以后这依旧是我的婚房 但与柳如烟无关 我花了一天时间 将我的东西从他家搬回我家 又花了一天的时间 清理我家的东西 将他的东西送回他家 最后花了一天的时间 清理干净了我们之间的记忆 这三天我没有给柳如烟 打电话发消息 他也不曾回来 或是主动的找我 朋友圈里那一张张的照片 和言论告诉我 他很好很安全很开心 第四天下午 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老公你这几天 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都不在乎我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 柳如烟语气里 透露着吻屈 哭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他朋友圈更新的动态里 他笑得多开心啊 转过头来又向我诉说吻屈 我不懂他是什么样的心态 只是觉得有些想笑 怎么了老公发生了什么好事 你怎么这么高兴 柳如烟语气里也带着喜悦感 没什么我现在还在忙 晚上回家说吧 好老公 晚上我给你做 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谢谢 我没有再多说先挂了电话 很快的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哎呀老公 你都没有给我轻轻就挂了电话 还配了个委屈的表情 笑了笑没有回他消息 柳如烟手艺很好 但不经常做 一般会在他做错事以后 做饭给我吃 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也许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做错了 但他还是做 味道很好 但我没有吃几口 没胃口觉得恶心 面对柳如烟 食指不住的饭味子行 老公怎么不吃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他很关心我和往常一样的关心我 我摇摇头 不想吃了 你要是吃饱了 我想和你说个事 他立刻放下筷子 做好乖巧的像个孩子 我吃好了老公你说吧 我们分手吧 没有拖泥带水 我直奔主题 老公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都快要结婚了 柳如烟难以置信 我会说这样的话 标车好玩吗 我问道 柳如烟脸色一黑张口 想要几时 晚上在山顶吹风 应该挺舒服的吧 迪士尼真的是个 很能满足少女心的地方 午夜的摩天轮 肯定也很浪漫 我不急不慌地说道 柳如烟沉默 柳如烟你是不是还没有发现 你屋子里 已经没有属于我的物理 你在我那里的东西 我也全都还给了 柳如烟错愕地看向我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慌乱 够了柳如烟我们分手吧 我再次说道 老公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呢 我好脾气地问他 我和狗藤之间没有发生什么 我只是跟他出去玩了几天 他见我回应了 但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老公也许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是对的 我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 应该保持点距 之前没有跟你说是怕伤害你 抱歉最后还是伤害到你 嗯 除了我说不出来其他什么 柳如烟坚持要我送他回家 我担心他太晚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终究是心软了 你可以送我上楼吗 太晚了不安全 柳如烟的语气带着明显的好好 我就在这看着你走吧 说完我没有等他的回应就回到了车场 大概是知道我真的铁了心 他黯然回了家 走前我看到柳如烟 一副像是被抛弃了般的神情 记得很久以前初次见他时 他就是那副神情 那时候我们公司刚成立一年 老板被人骗了告到了法院 我去法院递资料交钱 那天下着大雪 他处立在法院门口一动不动 我从法院办完事出来 他依旧站在那里 于心不忍我将自己手里的外套给他 哥哥你能带我离开吗 他声音颤抖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 我很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 完全没有时间乐于助人 但最后我还是带着他离开 公司虽小但老板好 出门办事有车可以开 柳如烟坐失了整个副驾驶 一路上他很沉默没有说一句话 他跟着我去公司 当时的前台拿了套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 我忙工作 他坐在办公室一声不吭 捶着头静静地坐着 下班时他也跟着我 像是个无家可归的姑娘 前台准备把他带回家 他却一脸受伤地看着我 哥哥是不是我很讨厌 所以才没人要我 他的眼泪蓄在眼眶里 我妥协前台也没有阻碍 我们都认为 最好不要刺激一个精神在崩溃边缘的人 尤其那个人还处于青春期 他很乖会帮着干家务 除了站了我的床 我只能打地铺之外 其他的没有什么缺点 他跟我住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我对他唯一的了解 就是他才17岁 父母感情不和各自在外另有家庭 我们相遇的那天 他父母在法院打了一婚官司 他说我爸妈一件不和争吵的17年 唯一一次思想统一却是因为我 他们谁都不想要我 我说不出安慰的话 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抱着他拍拍他的后悔 笨拙的安慰 两个月后他离开了 被他的父母送出了国 离开的时候我去机场送他 他抱着我哭了好久让我等他回来 朋友圈里的回复都闹开了天 如烟回家还好吗 怎么能好 跟一个无趣的老男人在一起 那种窒息感想想都恐怖可怜我的如烟 你们别这么说 如烟会跟他结婚 肯定还是有他好的地方 不就是当年给如烟一件外套 收留了如烟几天吗 还要让如烟拿一辈子来偿还 这老男人心死真恶苦 自己娶不到老婆 就只能缠着如烟不放 不准这么说记博答 谁允许你们这么说他的 道歉 把你们的评论都删掉 否则朋友没得错 看得出柳如烟挺生气的 但没必要 他的朋友都删掉了评论 倒也还算讲道 一腾城安抚着柳如烟的情绪 这种氛围挺好 柳如烟现在身边有不少朋友 还有很爱他的人 他不会再觉得孤单 不会再觉得自己是没人要的孩子 我在底下评论已分手误念 朋友圈一片思计 又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信息 没有婚礼已分手 很快的我接到了柳如烟电话 博答哥哥对不起我 带他们向我道歉 没事我没放在心上 记博答 柳如烟语气急促 听得出来他想跟我说点什么 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早点休息 我挂了电话 也顺便关了手机 好嘞 现在我只想休息 我以为我和柳如烟之间 会就此别过 分手一个月后 再次接到了他的电话 博答哥哥我好难受 柳如烟声音虚弱 似乎是病得很严重 我好像肠胃炎犯了 刚刚吐了好久 我是不是要撕了 柳如烟的声音很可怜 如同初见时一样可怜 相恋六年认识十年 说无动于衷是骗人 不会撕肠胃炎而已 去医院挂个水就好了 可是博答哥哥我全身没有力气 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 他的声音又虚弱了几分 好 你先好好地休息 我好好地休息 我会在家乖乖等你来哦 柳如烟像是怕我会反悔 似的挂了电话 你要去看他 余薇挑了挑眉神情 似乎带着些不悦 估计是怕我因为私事耽误了工作 余薇是我老板跟我一样大 当初我进入公司的时候 他刚成立公司 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 十二年间 公司已经发展到 二三百人的规模 我摇了摇头 我知道余薇耳力很好 我电话里的声音 他听得一清二楚 你不是答应他了 可怜的小妹妹 你若不去一会儿 又得跟你撒娇了 余薇在有关柳如烟的问题上 总有些阴阳怪气的 我们已经分手了 分手是对的 我之前就跟你说了 他年纪太小了靠谱 余薇你太吵了 能不能让我安静地工作 余薇是个寓警 身高一米七三 曾经做过模特 但他是个不修蝙蝠的老板 对待工作以外的事都很随意 随意到经常只穿宽大的T恤 和大裤衩还有人自脱 一头凌乱遮掩的长发 让我看不清他的 自从我和柳如烟分手以后 余薇担心我 怕我分手了会想不开会影响工作 果然会哭的孩子才有唐吃啊 我没有理会他有些委屈的表情 给柳如烟的好闺蜜打了电话 告诉他柳如烟肠胃炎饭 让他送柳如烟去医院 那个伯哥我这里实在是走不开啊 麻烦伯哥去一趟吧 说完对方就立马挂了电话 接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是如此 还真是凑巧一群人 平时都嫌就今天忙 我转而打电话给了柳如烟的秘书 如烟五年前成立了一个 户外运动俱乐部 人气可有错 你很忙吗 对于他的语气我心里了 是啊柳哥 世上有个组织会议不能缺席 我这里实在是走不开 好我知道了 真巧全世界人都在这一天忙 余薇转动着我桌子上的笔 桌子摩擦发出沙沙声 很吵但也随着他谁让他是老板 我再次拨通电话 这次我打给了医院 在拨通的那一刻 我看到余薇整个人都震惊 停下了手里一切的动作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这样也好 他能稍微的安静那么一想 又过了几天 余薇说请我吃了那么多顿饭 也要我请他一会 本来想请他去好一点的餐厅吃饭 毕竟余薇给的工资一点也不低 我也不好亏待了自己的老板 但余薇没同意 闹着要到我家来让我做饭给他吃 刚准备洗手做饭门外 响起了敲门声 是你那幼稚可怜的前女友 余薇从门禁视频里看了一下 没打算开门又回到沙发做饭 我去打开门 但并未让柳如烟进来 博达哥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带着委屈的质问 我冷静地看着他 六年来他性格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 即便他已经处于应该成熟稳重的年纪 柳如烟我们已经分手了 就算你生病了也不应该找我 没有我们没有分手 我们说好的我们只是分开一段时间 柳如烟别闹了 我们已经分手一个多月了 没有我们没有分手 我们快要结婚了 你说好了要娶我了不能耍卖 柳如烟拒绝承认 你把冲进怀里紧紧地抱住我 让我有些喘不过起来 柳如烟你放开我 我不想伤到你 我做事要扯开柳如烟 我不放柳如烟 我不放柳达哥哥我错了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烦 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出去玩了 突然柳如烟的胳膊松开 嘴里传来痛呼声 我被一股力道往后拉 于薇手里还捏着柳如烟的胳膊 用力地推开他 柳如烟你是女孩子能不能要点脸 你和纪柏达已经分手了 别再来纠缠 你为什么在这里 柳如烟看看于薇又看到我 脸上满是怒气活像 抓到我出轨的事 纪柏达 你就是因为他才不来看我对不对 其实你早就和他好上了 所有才找借口把我踢开对不对 说着柳如烟又准备过来拉我的手 柳如烟气得眼眶发红了 我不留情面地用力甩开了他的手 这是六年来我第一次对他生气 柳如烟我对你很失望 明明是他对你图谋不过 你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跟他来往 纪柏达你真的爱过我吗 柳如烟眼眶越发的红了 柳如烟 于薇是我老板 在认识你之前我就认识他了 若我真跟他有什么 又哪来的你这六年 你这么说是对我的不尊重 对于薇的不尊重 更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 我不想一再地强调我们已经分手了 柳如烟你这样让我觉得很累很没意思 柳如烟不再说话了 只是垂下了头 于薇拍拍我的肩膀 你先休息我来送小女孩回家 说完于薇推着柳如烟走出去 顺便地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 不知道于薇送如烟回去的时候说了什么 柳如烟没有再来找我 只是朋友圈多了不守他的动态 我看他去了很多地方 和不同年轻帅气的男生拍合照 只是他的笑容不达眼底 看起来似乎成熟了不少 六年前柳如烟从国外回来 那年他刚满二十岁 会去离别时的青涩阴郁 脸上满是阳光的笑容 纪伯达哥哥还记得我吗 我是柳如烟 我记得 一个和我有着差不多相同经历的小女孩 叫柳如烟 我父母感情不好我从小就知道 他们也不吵架 因为他们不怎么说话 多看对方一眼眼里都是止不住的嫌弃 他们也很少回家 就算回来也尽量递两人错口 我家一直很安静 安静到我怀疑我们这一家人是不是一样 小学五年级时 班里有个女同学因父母闹离婚哭了好久 耽误了学习 学校老师对他家访跟他谈心 最后他父母还是离婚了他也因此转校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 我父母总有一天也会离婚的 初二的时候的爸妈离婚了 因为爸爸要有新的孩子 他们相处最和平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法院离婚的时候 所以事情都谈得十分顺利 唯独我的抚养权的问题 和柳如烟不一样的是 他们都想要我的抚养权 我见过爸爸对一个女人温柔地笑 摸着他微谷的肚皮说了好不话 也见过妈妈一脸娇称的对一个叔叔撒娇 红唇纷纷和和好不快乐 我出生在一个安静沉默的家庭 接受不了太过热闹的环境 所以我选择要钱 柳如烟是我初中以后陪伴我最久的人 两个月的时间他与我形影不离 安静却极具存在感 只是在六年之后 他不再是当初那个需要我的小女生 我不爱看朋友圈以后别再让我看了 我将信息发给余薇 并将余薇的备注 从老板改成了三十岁的幼稚鬼 行我这就告诉柳如烟让他别秀了 要不是我帮他转达你根本就看不见 我和柳如烟又见面了 这次见他憔悴了不舍 一副不属于二十八岁该有的沧桑 纪伯达哥哥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就连说话都显得有些有气无力 我微微地叹气 柳如烟不是我不要你了 是你不需要我了 不是的我需要你的 柳如烟想上前拉我被我躲开了 柳如烟你冷静点 纪伯达哥哥 他将伸到半空中的手握紧 柳如烟我累了 不想和你一直在这件事上纠缠不清 你还记得当初我们交往时 我同你说过什么 柳如烟脸色有些僵硬明显是记得的 你走吧别再来了 柳如烟垂着头站在原地 我转身离开 纪伯达哥哥对不起 柳如烟在我身后喊道 我没有回应 柳如烟回国后找到我 他说他刚回来 没有找到工作没有地方住 想在我那里借住 17岁的柳如烟眼里带着悲伤 20岁的柳如烟眼里带着光 那般明亮使我恍惚我同意 他如同17岁那样每天都围着我转 默默地陪着我 悄无声息地融入我的生活 三个月后他向我表达 他说他喜欢我写了三年 在国外无时无刻地不再想我 他拼命地学习没日没夜地学 为的就是尽早毕业回来找我 他说他不会打乱我的生活 不会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 也不用担心跟他爸妈相处的问题 老实说最后一点我有点心动了 可是他太小了小了我五岁 柳如烟却给年龄丝毫不在意 纪伯达哥哥你能接受家里很吵吗 你能接受大声地讲话 打游戏的时候还飙脏话吗 你能接受不讲卫生 或者将家里弄乱吗 你能接受有人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吗 纪伯达哥哥 我说的这些任意一条你能接受吗 我猛地摇头任何一条我都无法接受 我喜欢家里安安静静整整齐齐的 柳如烟没有逼我给他答案 也没有对我展开特别热烈的追求 和往常一样 安静地在我生活中散发极强的存在感 那天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说什么都要让我去看看 见面吃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于我来说蛮是煎熬 相亲对象长相不错 家庭条件不错 工作也不错 为人也十分温和 但他实在是太能说 天文地理人生哲学生物科技 没有他不懂的领域 他侃侃而谈两个小时 回家后我便同意了柳如烟 我说我可以同意跟你交往 但如果你中途离开 哪怕只是小小一下的时间 那么请你不要再回来 他说不会的 只有你能给我安全感 让我奈下性子 跟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会逆 更不会中途离开 我信了而柳如烟失言了 我不怕分离但我怕麻烦 分手而已不喜欢 也没有什么好道歉 也没有什么再联系的必要 你有没有想过 我真的同柳如烟说的那样 对你图谋不轨 余薇大晚上不休息 非要带我到山上看夜景 夜空中没有几颗星星 城市繁华的灯光比月亮还亮 山上夜风有些微凉 我拉了拉批在余薇身上的衣服 我完全没有把他说的话当回事 温度已经很低了 你就别再讲恐怖故事 季伯达你好好的看到我 你难道就没有从我眼里看出深情吗 他扳过了我的头 强行的让我看下来 我看向他的眼睛脑子里 突然想到了什么 老板放心我不跳槽 我说的很认真 也许刚进公司那会是想不换个公司 但这么多年下来 余薇从未亏待过 还给我分了公司股份 实在是没理由换公司 算了走吧 去哪 去了你就知道了 余薇强行的拉住我的手将我带走 我坐在副驾驶 看着街景里市区越来越远 我们是要去哪 去一个好玩的地方路程有点远 你先睡会儿吧 余薇将空调调高了一些 等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 这些年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市区 更何况是这么远 我对新地方是茫然的还带着工具 天上未亮余薇找了个家酒店住小人 虽然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见他有些疲惫的样子 我也没有多问什么 等他休息好了再说完 一直到十一点 我的房间门才被敲醒 余薇手里提了几个袋子 给你买的衣服鞋子和护肤品 你先换上 收拾好了我们就出发 余薇放下东西就出去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 收到女人送的衣服和护肤品 就连柳如烟也不曾给我买 护肤品是我常用的牌子 衣服则是很简单的浅蓝色T恤 和白色宽松休闲裤 以及一双运动鞋 我向来穿的都是 深色成套的职业套装 用柳如烟闺蜜们的话来说 就是古板木起沉沉 这颜色对我来说过于鲜良 穿上以后感觉自己年轻了不少 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穿过 余薇等在门口 他穿的和我是一样的衣服裤子以及型 这是我们的新工装吗 我问他 这种休闲的风格确实是余薇型 你头发不去修一下吗 我摇摇头 本来就没多少头发 在余薇的强烈要求下 我跟他一起去了理发店 走出理发店之后 余薇这才满意地带五冲 目的地是欢乐骨 早在我知道父母可能会离婚以后 我就对游乐园不向往 走到园区内我只想回家 人多天热嘈杂 尤其是耳边传来的一声声尖叫 实在是刺耳 这里的每一样都让我不适应 但余薇的性质却十分高涨 抓着我的手紧防我逃跑 他带着我走过一项又一项游乐项目 我拒绝了他一项又一项 最后落在了满是尖叫的过山车面前 光是那威严耸立的轨道 就让我望而却步 余薇你放开我我不去 去吧不吓人的 真的我向你保证 要是吓到你了我给你当马骑 这绝对是我人生中最讨厌余薇的一次 我怕弄疼他不敢震开 手腕被他捏的骨头都在疼 最后他直接推着我往进门口走 羞耻感油然而生 战红了我整张脸 紧咬牙关顾步的挣扎 被赶鸭子上架地坐上了过山车 余薇给我系的安全带 他手臂伸过来的那刻 我恨不得咬他一口 随着车子慢慢地启动 我的整颗心都悬在胸口 全程我双眼紧闭 无论急缓还是起落都没有叫过一声 心脏仿佛随时都要冲出来 那感觉难受极了 我心里默默地大喊 余薇是个疯子是个混蛋 我希望过山车赶紧停下来 甚至希望他能出故障 干脆一聊百聊 在我漫长的煎熬下终于停了下来 余薇伸手帮我解安全带 我想都没有想着抓起他的胳膊 狠狠地咬了下去 直到口腔中弥漫出血腥味 我才下意识地放开他的胳膊 对对不起 没关系走吧 再不下去又该开第二趟 余薇丝毫不生气 只是皱了皱眉甩了一下手臂 我是被余薇扶下去的 踩在地面上我的腿在发抖 整个人都在飘 心脏至今没有静下来 我喝了口水缓了缓心情 暂时不想理会余薇 纪伯达你为什么不叫 我看向余薇不解 我为什么要叫 你明明很害怕不是吗 为什么不叫 害怕就一定要叫吗 纪伯达你哭过吗 我手一顿明好矿泉水平 哭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 会哭的小孩有糖吃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也不需要别人怼他 可是如果我想给他 你会哭吗 我仰望着他 第一次觉得他可能有病 需要去看医生 纪伯达你哭过吗 我不想回答转身离开 余薇却没有打算放过我的跟手 纪伯达你跟柳如烟交往八年 分手到现在 你不觉得你表现得过于正常吗 余薇拉住我的手不让我走 分手了你不哭 遇到危险了你不哭 被人欺负了你也不哭 明明怕得要死你还是不哭 余薇你是不是有病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哭 我哭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而且我是男人 你哭了就代表 我能给你别人给不了他 余薇的话几乎是吼出来的 引来了不少路人瞩目 我身形微顿随后甩开余薇的手 你是不是有病 但没有甩开 你放开我 余薇非但没有放开我 甚至还强硬地抱住了我 把耳朵贴在了我的胸膛 纪伯达哭而已 没有那么难的 你刚刚咬我的勇气 我强迫你就应该骂我是混蛋 除了咬我 你还应该用力地甩开我 冷下脸别再理我 余薇你是不是有病 对啊我有病 得了一种不看见你哭 就浑身难受的病 最终我还是哭了 不是因为余薇的话 而是他又把我绑架去了跳楼机 余薇你个王八蛋 我的声音随着跳楼机的急速落下来 回荡在整个上空 晚上回到宾馆 我坐在床前发了很久的呆 久到眼泪模糊了双眼 醒湿了很多张志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流泪 脑子里闪过一片片一幕幕 很乱又觉得自己莫名的委屈 大家都在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不哭才会有糖吃 小时候哭了爸爸妈妈都不会理我 他们会把我关在房间里 什么时候哭够了 什么时候才会有饭吃 后来我学乖了不哭了 不哭不闹在家里 学着他们一样的安静 我会平静地处理 每一件事不带任何情绪 他们会夸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只要我说出口 不过分的东西 他们都会买呼 他们每次回家的时候 也会给我带很多零食和玩具 只要我不哭 所以从小学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哭 被乱起外号时我没有哭 体育课上被人撞到 流了一腿血时 我没有哭 被同学欺负撕坏作业本时 我没有哭 被小流氓堵在小巷子里要钱 时我没有哭 父母离婚时我也没有哭 被冤枉考试作弊 差点取消高考资格时 我没有哭 论文被盗时我没有哭 工作被抢时我没有哭 可柳如烟分手时 我还是没有哭 却偏偏被余薇那个混蛋气哭 余薇第二天见到我哭肿的双眼 额外的兴奋 想要带我去迪士尼 他说那里没有欢乐服们的刺激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回家 原本以为余薇会像昨天一样 强行地带我去 没想到他愉悦的印象开车回家 回去后我开始躲着余薇 他让我的情绪越发的不受控制 变得不像自己 甚至会有想要掐死余薇的冲动 又过了两个星期 行政通知要带户口本 说是企业普查要做人员登记 我带了 只是还没有进公司 就被余薇解唬了 他拉我离开公司 到了民政局门口 我把腿就想跑 但被他拉住 纪伯达我家催婚催得紧 行行好帮帮忙吧 不要你快放开我 我要回去上班了 这根本不是帮不帮的问题 行爱你不同意 我就跟来往的人说你始乱终起 余薇挑子没一副 胜券在握的门 余薇你是女流氓吗 对啊我就是女流氓 他大方必承认 甚至还冲我吹了个网上 纪伯达你看你要是同意了 你就会多一个美丽多金 还能忍你生气的老 你要是不同意呢 那你就多了一个 美丽流氓的女朋友 我们过几天再来领证一下 我被余薇的无耻震大了眼睛 三二一好你没有拒绝 就是同意了 我们进去吧 我们结婚了 因为三十岁的余薇 坐在地上边哭边好 说我始乱终气没有良心 说他喜欢我八年 要不是柳如烟突然冒出来结果 我们的孩子都该上幼儿园了 说我是渣男 他等了八年 好不容易等到五分手 我却不打算为他是去的青春美丹 场面干大极了 气得我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狠狠揉了两下他的脸 这才走进明正去 余薇像个傻大姐似的拍拍屁股上的灰 露出胜利的笑容跟着进去 结婚后我很忙 不是忙工作而是忙应酬 余薇的亲朋好友实在是太多 一场接着一场的应酬 余薇想将我介绍给所有的人 恨不得将那些只见过几面的人 都单独地约出来一起吃个饭 把我介绍给他们 余薇的朋友们都很好相处 余薇说我不喝酒 他们就没人对我劝酒 我喝着茶水走过一场又一场的宴会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 哀姐夫你受苦了居然娶了我们浑视魔王 足足地跟着吃了一个多月后 余薇的朋友们终于见完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能休息下喘口气的时 我被余薇他妈带走了 要不怎么说是亲母女呢 阿姨和余薇一样 带着我像献宝一样的介绍给亲戚朋友们 时间持久的比余薇还长 一直持续到我们举行婚礼 阿姨送了我好多东西 为了感谢我愿意娶余薇 我将那天领证的场景跟阿姨描述了一遍 阿姨叫来叔叔把余薇结实地揍了一顿 并对我说此货已出盖部退款 若是不满意可以往私里揍遗产权归你 婚礼那天晚上余薇把我扔到床上 我没想到余薇的力气这么贪 喝醉的女人果然可怕 老公当初说了如果吓到你 我就给你当马骑 现在是实现承诺的时候 我觉得这话不应当说出来 这不能播 婚后我和余薇相处得很融洽 我的情绪也越发的饱满 余薇还是会时不时地故意惹我生气 也会带我去我从未去过女人 带我去体验我从未做过的事 我想柳如烟当初说错了 她并没有懂我她只是父母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余薇知道